先问男生一个问题 考虑过如果结婚以后 家里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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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别过得太自我 如果真的愿意相处 想想对方喜欢什么 他喜欢买件漂亮衣裳 买吧 他也没干什么坏事 他喜欢管着钱 我都觉得他们之间是爱的问题了 就到底爱不爱啊 我能不能问一下 你帮自己买的拖鞋是四五百块对吧 那你会帮他买多少钱的拖鞋 这有什么难回答的 你没帮他买过拖鞋是吧 我买过别的东西 你在自己买那些东西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也帮女友买个礼物 我觉得他用不着 他用不着你都用得着 你满能替他觉得他用不着的 那请问 你觉得当他买了一个 他喜欢的东西 他很开心的时候 那一刻 你的感受是 觉得自己未来的钱被花了 觉得这很不应该是吗 那倒没有 也不全是 是因为他一般给他自己买的东西 都特别贵 就算给我买都基本上一二百 我觉得你俩 以我的标准 我都没有觉得你们特别在谈恋爱 爱这个过程 真的不是一个只爱自己的过程 你们俩人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啊 你们都很自私 你们这种 可能就叫做走在一块吧 或者是走了四年 然后也彼此计较了四年 你觉得这样的爱情品质好吗 这能嫁吗 这能娶吗 千万不要谈婚姻 你们俩先搞清楚 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我觉得你显然对他的喜欢 都没有超过 你对你那些朋友的好 那么喜欢 你会想请朋友吃饭 帮朋友买单 显然不会想让他吃好一点 他想吃烤肉 这些事对你不重要 如果一个女孩 对你如此不重要 那就叫做不爱 如果你跟他只计较 未来的钱是不是你管 那我觉得你的要求太低了 你们先搞清楚 爱到底是不是存在 我从来都不赞成女人觉得 男人的钱就应该给我花 或应该花在我身上的钱越多 就表示他越爱我 我认为金钱不应该是爱情的伎量品 如果这个男人真不够爱你 很多事情硬要是没有用的 你说那他的朋友都这样做 他的朋友比较爱他们的女朋友啊 你只能对一个爱你的人提要求 如果他不爱 你肯定提要求 气死了也没用的 所以拜托先确定 你们之间的爱情浓度有多少 如果你们只是找一个人在一起 其实我最爱的是我自己 那我觉得其他事都没什么好谈了呀 如果不是像我说的 你们真的有爱 那么待会儿好好的给我谈谈爱吧 别只谈那笔账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